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懒前仙国语家 城邮勤俭败游奢 多看视频 才能好睡觉 对不对 今天就看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来的 叫洛神红 八阵黑 三七八戏的玩家 感叹录像 这里正常情况下 应该选猪龙孟霍吧 对不对 夫妻荡 走起 家伙 你们想错了 并没有夫妻荡 事实不存在的 只有张角和潘凤 好丑啊 这个怎么办 凉拌吧 八号位 有闪 没黑桃 也行吧 杀山九了 毕竟还可以了 这边喜剧之王 直接看了一下就怼 总感觉这两个人 像有魏的样子 不然这么嚣张干什么 五妹陷阱 五妹陷阱 反对回去 不知道他是什么思路 他这个人是魏 魏我很嚣张 这个人就不知道 是什么操作 但他也有可能是魏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他不是魏 他觉得衣是魏 谁知道的 鬼知道的 反正他只能看出来 伊斯里有魏 那到底谁是魏呢 对不对 反正他怼了一下 很丧 很丧心 咱们掉血了 关键是 这贱人还要戳咱们一刀 这边这个人 弃了个万剑 应该不是魏 没有国家出来了 他没放万剑 这边砍了一刀 这边大喊boss 喊boss不就是给拉嘲讽吗 意思就是弹岳国家很强 赶紧上他 对不对 要不然喊什么boss 图拉什么嘲讽 少给我抹黑 好 这个弹岳国家也是明白了 诸葛亮直接选择亮将 关了一波 然后啥也没做 就过了 好 这个200级还挺会装 我是渣渣刚玩 这游戏我不太会 我的天哪 好 蜀国师傅出来 徒弟也出来 吕蒙也出来 这些人说得好快 这个国家还在声称 这个不太会玩 我感觉他是装的 并不是真的 真的 我感觉他根本都不像萌新 不去顺吕蒙 顺吕蒙 吕蒙你还养着他 跑来顺了咱们一下 咱们不管那么多 咱们拿桃吃桃吃满了 200级的老妖怪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连标准符号都不信 水多 水多就是明白 是吧 老妖怪 有意思了 火供 我号买的好吗 你信吗 你没信吗 我也不知道 关键是我没看他信息 随便吧 反正姜维一顿毒打贴勒勒 咱们吃个桃裤吧 他表示要火供一下 赶紧出那个人 给你立个威 第一你有可能是威 第二告诉你 别嚣张了 再嚣张一直干你 拍了拍就拍了吧 拍了才不是威 已经行吧 也好 也好啥 就立个桃 一个方片的桃子藏在手里 行吧 看看这个人 当然他刚才说话是不像威的 你认为他是你可以打他一下 看他这回合到底想怎么搞 跑来杀咱们了 孙笨 江东小霸王 孙伯福 那看起来倒推回去是应该他第一回合 看起来一号很嚣张 觉得不是自己人 所以捅了一刀 那关键你捅他就捅他吧 你还戳别人干什么 对不对 你万一戳到队友呢 你打的嚣张的人没毛病 对不对 行吧 咱们就躺枪了 非常的躺枪 看我的腻还又出来了 果然水很多吗 对不对 这个这一下就有点不好打了 三个五 我强行上车是吧 还有绿蒙 行吧 看看这个带来国家能不能躲得过一截 你现在出来纯属是拉仇恨 他不出来也已经拉仇恨了 你跟孙笨加绿蒙是不是 可能太衣服太多了 柜子里装不下了 所以出来了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直接去拼绿蒙好评 就是表示一定要拼过 这回合要出杀是不是 看我的厉害 子雄双骨剑 看他是选择去杀魏国还是鼠国 最后他没有选择杀魏 直接选择子雄双骨剑 去调戏这个诸葛亮和姜维了 他可能觉得调戏都还没意义 所以去这边调戏 调戏的奔爽 真的是奔爽 过了好多张牌 然后把鼠国打成狗 决斗 能不能带走 能不能带走 这个疑似旁统的诸葛亮 是不是 好 无限 无限什么的 是不存在的 人家可以反无限 桃子吃一发 哎呦 哎呦 切身无恙 向公安心征战 好了 最终把这个 顿爱国家给乐住了 他觉得 什么诸葛亮姜维 乐起来没意义 这边有一个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 他目前他不知道 他是不是毒苗 反正他出来了 看他怎么打 好他决定去杀孙奔 觉得吴国师大 孙奔要不要足 孙奔直接这个 调戏的兵一发 吕布貂蝉出来 搞一波回个血 什么的 是不是 哎 这边又打出来个僵尸笨 踢到了钢板 好吧 哎呀 那你就自修多福吧 要没有队友 你就彻底 彻底暴露在大家的眼前啊 当然咱们是他队友 这边看看 诸葛亮 控一下吕蒙 对不对 吕蒙新摸的牌 肯定无所作为了 当然他开了个无中 就不知道了 吕蒙自己的牌 有没有什么好牌 好享受一下福利待遇 还可以 大家都享受 同共同享 同乐啊 这边在寒冰一下 决斗诸葛是骗他的 骗什么骗 你他决斗了人家脸上 骗什么骗 根本没杀 你没杀人家也不 也不一定有杀 对不对 这话说的 而且你那么多桃子 你过了那么多牌 肯定有桃子 吕蒙反正手牌 对吧 也很少捅了一刀 我也不会放弃 诸葛亮说我也没杀 你骗什么骗 还想骗我 就诸葛亮就算有杀 也要说没杀 刚才他的牌有没有杀 你自己去看 这边直接出来一个小美女 这个美女就比甘腹人要好看 是不是 回了一个雪 长了一张网红脸是吗 他把乐给拆了 这个就非常骚了 想让邓爱国家去搞这个吴国 对吴国很生气 是吧 确实是对吴国很生气 家一马给他拆了 打什么问号 人家就要拆他的马 就要下马 让那个邓爱去搞他 好搞一波 行吧 主持人要 哎呀不太方便量 真的是不太方便量 装个腾甲过吧 但你可装可不装吧 随意 这里应该扔火杀 第一防止被别人搞走 搞自己 第二对吧 防孙奔 第三挺张角 个人感觉啊 当然你极希望于别人把腾甲顺走 穿上 那就再说吧 反正这边邓爱开始去搞 顺光这个孙奔 开始搞起来 吴国还是嚣张啊 南蛮入侵 想说一下福利待遇吗 是不是 江湘没有杀 好 确实是没有杀 国无限很赚 再杀一刀 行吧 他想杀 他想杀众孙奔 去戳这个香香 但是并没有杀众 反正这边 这个孙奔 给这个香香补来就很赚了 赚了一匹 简直赚了一匹 好 暴露了 暴露就出来 对不对 暴露就出来 直接改了 拿到这个铁锁 铁锁年环 是不是 铁锁年环 就很爽了 无论是对于张角来说 还是对于 那个酒火杀来说 好的 对面有去调戏铝布 我发现 就是一般有调戏剑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去杀这些男的 是不是 我也好 但他这里好像也只能杀了他 请诸我一臂之力 好的 他这并没 并没有舍得出这个铁锁年环 觉得出杀就出杀吧 忍一手 反正你已经出过一张杀了 他是肯定不敢来杀咱们的 你知道吗 他就杀铝布和姜维吧 放了一个万键 国无限 好吧 当然国家有闪肯定是会出的 不可能再卖了 除非他没闪 他刚才 顺子半天孙奔 大概率是有闪 结果他囤了一个闪 囤了一个闪 咱们拿 咱们没有 没有 咱们拿个明闪 一会儿 看看有没有人跟咱们配合一波 明闪 已经是明闪 明黑桃了 一顿毒打 好 这边他又调软 先给我直接上旅盟了 反正有八卦 他就不愿意打 你知道吗 答案这边 香香是有手牌的 确实也不太容易打死 直接上旅盟看能不能打死 但是旅盟也要逃 香香应该还有逃 吕布恐怕要先走一步了 这边诸葛亮 知天下大势 几上 两上 好 你到底能不能知天下大势呢 他不能通调古今呢 古一波 那一波 旅盟另一个将呢 哇 大猴子 我去 父子包养这个香香 香香简直爽 爽上天了 真的是爽 贼鸡爽 吃了个桃子 压压惊 好的 江维赶紧想办法把这个大猴子弄死吧 但是你能把孙顿扣死也更好 但是有可能能扣死 一 但是不过香香肯定有桃子 香香这么多牌 没桃子那是假的 代劳 这局打得挺热火朝天的 讲道理 这边直接托付 表示不管空不攻城了 无所谓了 并不重要 牌重要 对吧 有牌重要 而且现在好像急火点也并不是那个样子 咱们直接拿闪 看看江维要不容易跟咱们配合了 这个五股质量不是很高 随意啊 看他 他不愿意认为他就去杀这个谁 去杀五 但他其实可以配合 因为 这不可能 就算他还是让这张家也不会去批鼠国的 怎么可能去批鼠国 直接批这个孙间 香香救一下 救一下 对 就是这个剧本 没啥毛病 他又去挑这个邓爱 想让邓爱这个屯田 对吧 让邓爱去搞五国 这个江维倒是四处与人配合 配合完张角又配合邓爱 当然邓爱跟咱们也有配合 他屯田 咱们呢 对不对 他把酒送给了邓爱 让邓爱去搞一波 把铁锁联欢 咱们邓爱你也来一刀一会儿 闪电挂起来 各局想赢反正还是要靠闪电的 看邓爱愿不愿意配合了 好 邓爱表示我配合 我配合 这下孙间是应该死 香香怎么死就不知道了 孙间族 干嘛 还要救啊 你们 我决定你就放弃他吧 还要救 我的天哪 你这么多桃子 你救他干什么 你保保自己吧 兄弟 你看你还要救他 好 这下人家邓爱拿火工阴了你一手 你还有桃子吗 没有了吧 你之前不就留了三个桃子吗 是不是 傻眼了吧 蒙一了吧 你说你救 你说你救孙间干什么 孙间在最后出牌 那边还有过好多人 你救他干嘛 你自己活着 你那一大堆牌能用出去啊 瞎救 救啥救啊 然后孙们气跑了 孙们气跑了 留着boss吧 不留boss 难道留着你们吗 留着你一大堆牌 你就不打我们了吗 好像你一回去打大爱国家一样 你那会儿你都不打大爱国家 一血的时候 你都跑去打蜀国打群雄 你这会儿好像就搞得你好像挺愿意打他似的 那是因为你死了 孙奔回家喝奶去吧 走吧不管了 不过接下来这个局势两鼠两群加一个boss 我感觉boss挺舒服 但是 但这局势其实挺麻烦 这边他把孙奔给搞死了 好吧 搞孙奸啊 孙奸搞死得了 对不对 反正 这个局啊 他自己收 那也行 人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个局恐怕吕布要死 吕布死了近四十局 正常的局应该是咱们 悠着点出点 少出点力 或者是说 稍微搞一搞 邓爱国家 反正咱们肯定是不会跟邓爱国家和这个一起去打这个蜀国的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么打就很可能 邓爱国家稍微虚报点 就很可能一会儿蜀国一旦血残了 平均的残 他又一锅乱了 先看看吧 走势 好这个 诸国家好像并没有想杀吕布的样子 他跑去杀这个 拆这个邓爱国家去了 不拆吕布吗 我觉得你们 蜀国想赢啊 还是应该把吕布也要带走 不然你说群雄配合你们蜀国都打 当爱国家 之后不是还是 你们蜀国打不过群雄吧 呵呵 应该是这个样子 看看吧 开个代劳 庆祝一下 以义代劳 但是手牌非常差 杀国家吧 反正蜀国都对咱们没有动杀鸡 那肯定是杀国家嘛 对不对 我乃上将攀奉 合掌华雄 下了 当然他可以存钱 他可以过来拿 对吧 不过其实这时候吕布有点危险 讲道理 看看他能不能打死吕布吧 八卦阵回血 对吧 这个是务必的 这顺两发吕布 这个人是不是还有个九呢 对不对 一个九杀 要足了吕布 咱们吕布的闪避 有没有被顺走 就不知了 这里吕布足 好吧 行吧 他肯定是不能再留着吕布了 留着吕布一会儿 真的四个人群殴他了 至少现在的话 张角就算不帮他 张角对吧 这是肯定你受的压力会小很多 他说这样教主不会搞我了 但是教主也可以搞你吗 只不过小搞你一下 那你别指望他帮你 帮你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好的 先看看吧 打打看 走一步是一步 咱们一出了就卡个高 不一出就纯纯牌 叙叙报是不是 也没啥不好的 好蜀国也嘴嘴 我们两个都打不过 你们蜀国也不是说打不过 要真的是两二打一会打 也能打 不是说完全打不了 因为带野国家毕竟不动白 你这两个蜀国是有控牌能力的 可以控他的 慢慢耗 也是能耗过的 看你有没有耐心跟他耗 这边带野国家去搞蜀国 咱们留个决斗 先观望一波 暂时先不急 知天意逆天难 摆好排排 反正这个断爱国家什么的装备 啥都得赶紧先下 能下了 排底了 意思是说没啥好排了吗 至于这个师徒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 咱们就不知道了 他们看见了什么一些花花草草的 咱们那也看不到 拿个杀不要决斗 拿个杀不要决斗 杀死黑倒地 决斗也不敢决斗 这边疯狂的倒 行吧咱们也跟着去杀一刀 邓爱国家得了 有乐 有乐可以考虑杀他一刀 给他压到凉血 也未尝不可 但不杀 这里不杀也可以 这里其实 反正你别帮他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杀了 就是有可能怕这个邓爱国家 一会真的生气 他如果 就是说 邓爱国家如果他 比如说他抱对心 就是我不赢了 那张角是肯定赢不了 因为他如果一旦抱他不赢了 他就来打你 就告你 把你搞财了就算他死了 你搞不过蜀 所以 但 所以说尽量不要太激怒他 对不对 你先看看情势 蜀国呢 反正又没来打你 已经去打斗爱国家了 所以我经常说 国战这个游戏啊 就是你自己想赢 很难 但是你不想让某一个人赢 是很简单 你比如说这个斗爱国家 如果他不想让张角 张角肯定赢不了 当然了 站在斗爱国家的角度 他不能说 不想让某个人赢 他得想自己赢 他想自己赢 他就必须得 拼论命去打蜀国 一旦打死了 他才有机会 所以就看你如何取舍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他也是给了一张牌 意思就是 差不多得了 还得帮你打蜀 那要不然 搞不定 但这里真的不能再杀斗爱国家 要不然这属国 你真的搞不定 挂个闪电阁了吧 挂个闪电阁了 你不要去杀这个斗爱国家了 不然这个真的是生气了 人家已经给你张杀了 给大家都有个机会吧 这么着都有机会 斗爱国家如果你牛逼 你这回我把他们干了 你也能赢对吧 如果你不行 你死了就算了 对不对 不过作为boss 那不可能随便放弃的 该挣扎还是要挣扎的 好杀中了 还行 再乐住 可以 这波可以 感觉还行 机会差不多 但是好像咱们还机会挺大的 有个闪电是不是 杀一刀 主要是鼠 也是觉得自己声称是那边是boss 所以他们只能去打boss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 咱们是张角 张角确实他们也懒得去搞 要非搞也能搞 最主要还是boss在前 是不是 打桃子 大桃子 当然咱们不要了 反正让他出来吧 出来他也是去搞斗爱国家 对不对 他把斗爱国家搞残了 看了也没有什么 一锅带的 直接一发万箭了 那直接一发万箭 咱们把斗爱国家劈死吧 因为这个有闪电你知道吗 有闪电一会很可能就把诸葛亮劈死了 但没闪电的话 感觉有点难度 那直接劈死了 他表示救救救救 你让蜀国救你 那是不可能的 蜀国怎么可能救你 如果说这旁边还有个什么别的 吴国没事救你 蜀国不可能救你 这个什么外面有无蟹 得想办法把这个无蟹骗出来 先杀一刀 好灌他灌出去 然后放南蛮 你中哥要打无蟹了吧 有本事你别打 别打你就死 打了 打了张诸葛亮就死了 但是他不打 他不打 他死了 无蟹就没了 诸葛亮还是死 所以只能这个样子了 诸葛亮足 对不对 你补一张牛补不出桃了 补出桃吗 好的 这个 打姜维其实不是很好打 但是状态差太多了 所以就很容易了 张角打姜维确实很难打 但是问题是 咱们有一套装备 这就很好打了 是不是 哇 你一句好长 如此之长 以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 他们属于是没想到 一下节奏会进行 结束这么快 直接看第二局 比如说玩家地叫蓝冰玉双格 二六区块钱 感觉他录像 这里只两队组合都可以选 都是比较常规的组合了 得了奖费庞统 看看本局比赛 手拍不错 加一马杀桃 说肯定不换了 国国 一国国 万没发万将 有没有人出来 有没有人出来 雷公祝我 这边直接批了他 梅花改黑桃 怒批 行吧 就反正谁放我批谁 当然 当然这种批就 就纯瞎批吧 看运气了 你批的人也没准 有可能是你队友 也有可能不是 这都没准了 鬼知道 吴峰能找桃去了 被批出内伤去了 拿了个吴谢 是要吴谢张角吗 吴谢 这是僧戏了 我觉得你被批了 你就 怎么说呢 你要能把张角搞 搞残 你就搞 你要搞不残 你就忍了吧 真的 你越搞他 他一会出来就搞你 对不对 你还要亮许晃 还要出来兵人家 你能兵住吗 他不达了个明梅花 你这不是吃饱的称子 你说你就 老老实实的就归住 你这一个 卫国明皇老亮出来 不找死呢吗 还要去怼夏家 真的是作死 是 如果我是他 我就忍了 不忍没办法 你想赢 国债 我经常说 就要受很多屈辱 被拼就忍了 你过了 两雪过 你也许还能活下去 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基本上没戏了 而且你还出来冰伤脚 简直是在逗我 你也许忍了 就 狗一狗 下风格摸个桃 回到三雪 还能继续狗 这下你就彻底完蛋了 随便吧 反正他肯定会打你的 张脚疯狂 张脚你在找什么呢 就找了个顺手 回了个盾 杀呢 刚才是不是扔了个杀 反正找了一堆杀 有杀 还是去杀一刀 没毛病 行吧 咱们是鼠 咱们他反正没人打卧龙 看他是准备 看古中 你是准备要搞一波 还是准备忍一手 都可以吧 挂藤甲了 忍一手也行 结果他看见下压是卧龙 表示忍不了了 表示我有线柄皮肤 就是屌 剩下的就看卧龙你了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就非常有道理了 剩下的就看卧龙你了 卧龙就在这 刘备卧龙 我擦勒 闹死你 来剩下就看卧龙你了 他喝口酒 是什么意思 他给了一张梅花 意思就是让你撂梅花 对吧 没毛病 刘备卧龙和别人配合 就是这个 就给你一张 然后供你 就意思 你就撂那一张 就没毛病 这边还是个深水 尝得挺深 当然他8号 一个草皮不敢出来 正常的 确实不敢出来 因为确实也没有人跟他开团 他直接把徐广翻了 表示意思收尾博师了 其他人才不知道翻谁溜溪 但是恐怕还要继续被烧了 但是他空喝一口酒 就不知道 你难道要九杀六了吗 我不知道 真的是要九杀六 行吧 剩下的就看卧龙你了 你连卧 连草皮都没有烧死 太弱了 弱爆了 这个是不是 当然这一下 楚国拉的仇恨值就爆表了 仇恨值爆表 好 周氏出来了 但是他翻不了他们 因为咱们 因为咱们只亮了一个枪 所以不怕他 这就非常妙了 不怕他 非常的妙哉妙哉 风喜长林 狼牙榜 萧萍经 萧萍章在世 这边这个人 这边的人选择了 学杀曹丕 估计是鼠吧 要不他杀曹丕干什么 或者群 可能是鼠的可能大一点 因为曹丕出来 可能会报复鼠 也不过也有可能会报复群 很难讲 不知道了 人家这个夫妻组合 这些回血 也没啥毛病 没啥毛病 应该就是鼠群了 吴国才不去乐曹丕 什么曹丕啊 曹丕又不打他 曹丕肯定是打群打鼠 他看看任了就得了 好 这边雕虫小技 你想出来 你想出来 你也没有天度 你天度了还可以求求张角 别给你赶 行吧 张角应该再换一道 张角武器留着下载 他的意思就是 应该让张角去帮这个魏国 你可时得此证 这人不是鼠 不是鼠 你是什么 你是群啊 这么着急 还是什么 不知道 也有可能是吴吧 谁知道 他们觉得蜀国很厉害 真的吗 行吧 那看看蜀国厉害不厉害 这就别判了吧 不是你判啥呀 人家张角明的身上三个黑 瞎判什么呀 就无脑判八卦 判个基尔啊 被乐了 被乐就算了 我感觉这里不应该量奖费啊 为啥呢 你让奖费万一周氏摸个啥玩意儿 把你给打死了 他能翻你了就 当然有刘备包养 可能还好吧 刘备可以包养你 不太容易死 不然 讲道理真的 万一被周氏给弄死了 就亏了 藏一手 哇 这个牌行 这个牌肯定死不了 一闪两套一酒 真的是死了 那就有鬼了 好 全给刚刚回科学 直接闪 判什么呀 他还教刘备 你不是 跟他又不是一会儿的 教什么呀 我跟你们真是投缘啊 然后换了个青江念头 一刀 好 直接穿个夹询 那卧龙足了 足就足吧 卧龙足 你这样劈了啪啦 剑响了 他还没有杀 有杀他还能收一下卧龙 张鸟妈 喜欢伞吗 是不是多留点闪 劈了啪啦放鞭炮 你的进谋进被 没了 这边是个鼠 好在也是情理之中 看他要不要放权 还是把二号 他准备把二号切了 行 没毛病 交进攻 切之 看怎么能收 结果是个僵尸 我的天哪 想收三张牌呢 好吧 下了这个冠石斧 行吧 怕他砍你是不是 怕他用冠石斧冠你 接下来局势就是扑朔迷离 这把蜀蛾直接跟 刚着干 感觉大家都一流量了 打起来 走起来 登机 登机好 选择去冰蜀蛾 行吧 选择冰蜀蛾 杀加许 行吧 他也只能这么做了 对吧 反正群雄也劈过他们 杀小胖也气白 哇 这边僵尸笨有点厉害了 这个就有点厉害了 这些拆一波 僵尸笨很强 他其实是吴国 他上回头可以晾的 他晾个周太 他晾周太 小胖绝对不打他了 小胖绝对不打他了 不可能在 不可能这个局他会去 经历个周太死磕 解锁连环 干啥 你还想上的那个谁 真机机 你想多了 行吧 桃子吃了 哇哇哇 连吃两口 贼机而爽 全连起来 好 全连起来 只能全连起来 连起来就连起来吧 随便 摸了一个勒布斯鼠 一个桃子 火沙 行吧 这里可闪可不闪吧 反正青刚剑吧 也只掉一血 慢慢入侵 五胜 五胜加守城 八个技能 好 曹皮要被带走了吗 曹皮并没有带走 他这边会选择翻谁呢 选择了翻孙笨 我选择你翻孙笨干啥 翻关羽啊 关羽可以放权的 兄弟 他虽然没有排除 但是他可以放权的 放权给庞同 你就有可能死 你知道吗 很危险 不是你翻孙笨干啥 孙笨又不打你 你看 他可能觉得小胖 被兵打不了他 但是问题是 人家可以放权 是不是 你看放权 放出来 万箭齐发 庞同重铸 对吧 万箭齐发 你就足了 你还指望孙笨 翻出一两个桃 就你 可能吧 现实吗 根本不现实 这里不用给张角打无限 因为张角只能批 庞同 庞同不怕被批 他不可能去批小胖 批小胖 叫他们就一起炸 一起炸 一起炸就蒋费跟贾许 单挑也不虚 是不是 当然那边周菜能不死 就不知道了 你不去死 谁知道呢 鬼知道了 对不对 好 乐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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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住乐逍遥 特地注意 咱们还是要马上出牌了 刚才是放权回合 好爽啊 感觉 能不能杀掉贾许 咱们如亲 先杀吧 看看能不能杀掉贾许 再考虑放不放 对吧 想放也可以 对不对 如果实在想放 可以 毕竟有个桃嘛 放就放 无所谓了 下回合小胖继续放权 猜不到 我去真的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这直接就死了 对不起 好吧 那就更简单了 直接猜不到就随便了 猜不到就是这边 这边出了无限 可以开号员了 过牌 过牌机 人家开了个桃圆 张角这一无限就凉了 这你不可能 这你没有任何翻翻机会了 随便打 这过牌就差很多 小胖无脑放前奖飞 奖飞的过牌量爆炸 他就顺塔论了 并不能顺到 然后那边还继续守成 怎么打 直接借助铁索雷沙 限定皮肤 虽然很丑 但是我很凶险 我很凶残 我还在下围棋 黑白道上都有我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